距离迎接2023年剩下两周的时间 不少民众都喜欢到新医区感受跨年的氛围 今年户外可以脱口罩 加上少了往年的管制区 北市府预计人潮可能比疫情这两年还要多 今年疫情趋缓 国内外旅客多 北市府预计可能会恢复到疫情前的人潮 为了方便各国旅客交通指引 这次找来多国志工协助大家 直说先前的韩国理太院大型踩踏事件 市府也事先防范 今年也新增加进空缓冲区 会在重要出口把管制范围往外推一公尺 像是市府站以及台北101世贸站 而这种管制一样分三阶段 节约42小时不收班 才两线进场三线离场 直说陪你迎接2023年的还有机程车的起跳价 明年想搭就得多花至少15元 像是我们从内湖搭到台北市政府 里程数加上油点塞 还有红绿灯的停等时间 总共花了725秒钟 花了250元 但这价格明年4月得再往上加 原先停等时间以80秒计算跳表 明年4月1号起不仅起跳价多15元来到85块 停等时间也缩短为60秒 等于是我从内湖搭到市政府就得多花30元 万一遇上尖峰时间或是下雨天 停等时间增加会加更多钱 除了计程运价的成本的考量之外 还会考量到民众的接受程度 因为近年物价不断涨 油价也持续在高点 供应处也解释 北北极计程车起跳费率已经7年没调 调长到85元 对乘客来讲可能负担加重 但对驾驶而言也是负务小补 TV最顺势关于你一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